製作一個彩虹聖誕燈的效果 那彩虹聖誕燈,譬如說我想控制我們M8的兩個LED燈紅層黃綠藍電子的控制 那你恐怕必須去Google幫忙喔 你去Google打這個RGB色彩表 它會告訴你什麼顏色,搭配什麼顏色,會變什麼色 那點這裡,線上工具我點的是第二個 第二個就連到這裡來,你可以從這裡來查 譬如說呢,我們先來一個,紅色不用討論太簡單了 來,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那我希望呢,點下去不斷重複,對不對 接下來就燈的控制在這裡 別拉錯囉,一定要拉板仔囉 紅色是沒有問題啦 紅,要做彩虹喔,那應該要給時間喔 這個標準控制先給它,紅色亮一秒鐘 接下來按右鍵複製,有看到就兩組嗎 紅、橙,那橙色在哪裡呢 來,橙色從這裡看,橙色你要哪個橙 紅、橙、黃、綠的橙,我要是這個橙的 編號在這裡,RGB,紅色255 綠色165就變橙色了 255、165就0,來,回到這裡來 255、165、0,接下來紅、橙 接下來黃色喔,再回到RGB色來表 你的黃色要正黃嗎 紅色加綠色滿格,藍色不要,就是正黃色 所以再回到這邊的地方 255、255的時候黃,再來 綠,紅、橙、黃、綠也很單純 就這樣嘛 紅、橙、黃、綠、藍、藍色也很單純 那紫羅藍呢 藍電子,接下來呢 在這裡看你要哪一個 Violet,不要偏這個,紫色是這個 老師,我希望它的紫色是這個 153、50、20、4 153、50、20、4 老師,我想再加別的顏色咧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電色我們不知道多少錢 顏色原子上這裡 那亮綠色、淺綠色、什麼什麼綠 這邊每個顏色編號這邊都有 老師,我想那什麼什麼藍天空、蘋果、綠 這邊有色彩表 這邊色彩表你可以來想 我接下來想要加這個 深藍色139就好了 這個在這裡 這個我也不會念 這個色彩表可以查 查完以後 那老師我想亮白色呢 在電腦世界裡面叫加色原理 全部都255就叫做白色 我複製下來 那老師,我希望等一下讓它熄掉呢 熄掉就是什麼 全部都0就叫熄掉 那等一下就自己閃 那當然每個時間可以不一樣 你可以再射快一點 所以這邊是什麼 紅色255 來,接下來你就知道了 總之就是要去過過查一下色彩表 你現在要怎麼搭配 所以一般呢 你去書局買了聖誕燈有沒有 你那個什麼 一插上電源 它就開始跑了 每個開始閃 沒有一定可以控制 那這個就要再控制啊 老師,我想讓它兩個燈不一樣耶 可以啊 這邊左邊亮紅色 你可以個別指定喔 我們現在是兩個燈一樣顏色喔 我希望左邊的時候亮紅色 那右邊亮什麼色 再複製一個 哇,複製太多了 所以這複製有點可怕 來,從這裡 我希望一開始有 左邊紅色 右邊要別的顏色 那一開始就應該是選了 這個把它拉進來 那右邊 我希望它亮藍色 那兩個燈就不一樣喔 左右 那到這裡又回到這裡 OK嗎 你可以再來設 那等一下可以讓你說 欸,我處理個任務 讓你設計個你自己的聖誕燈 類似像這樣的做法 好 好 好 謝謝 謝謝